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1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 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服饰会,从李佳琪的翻车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退场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3号 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1个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9月13号改组内阁,19名阁员当中有13人变动 大改组 那么其中只有6人留任,那么13人当中 有11人是第1次 进入内阁 那么女阁员从两人增加到5人,追平了这个日本内阁 女性最多的记录 安田文雄改组内阁的主要目的是让政府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那么岸田派的上川养子 接替清中派的林芳正,担任外交大臣 清台派的众议员 牧原人,这个接替冰田精一担任防卫大臣,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岗位 那么基本上就没有清中派了 内阁官方长官这个松野薄一 财务大臣林慕俊一 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 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都继续留任 那仍然维持岸田政府的执政的框架 那么岸田文雄同时改组 改组资民党高层,那么资民党高层有三名高层留任,包括副总裁麻生太郎 那么干事长 茂木敏充,这都是他的左膀右背,具比上不变 那政务调查会长迪生田光一,那么还有就是 总务会长改由这个前农林水产大臣申三玉担任 那么选举对策委员长改由前首相 这个小渊惠三的女儿小渊幽子担任 第二 台湾国防部表示,9月13号发现有35架 35架次的解放军战机 在台海周边活动 另外还有其中有28架次越过了台海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部分战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 那解放军战机包括歼10,歼16 苏30,运9 运20,空警500核无人机 那么国军通过战机军舰和导弹系统监视 那么国防部还公布了基隆号导弹驱逐舰 近距离监视解放军航母山东号的照片 那么国防部之前发消息说 9月11号山东号航母通过了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当天台湾周边有20艘解放军的军舰活动 日本防卫省也指出,9月11号有6艘解放军军舰 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那么专家认为解放军一艘航母20多艘军舰 在西太平洋集结十分罕见 估计解放军正在筹备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解放军过去4年都是在7到9月份 进行大规模的军演,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间 天气比较好 海向也比较稳定 那么台湾国防部也认为山东号航母本身没有海上的打击能力 那么如果配合其他的驱逐舰会对台湾周边构成危险 第三 路透社报道说,欧盟9月13号宣布开始调查中国向电动 电动车的厂商 提供补贴的情况 欧盟主席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 的年度演讲中说,中国向电动车厂商提供巨额的补贴 电动车的价格被人为的压低了 电动车在欧盟减少碳排放的战略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因此调查中国的补贴电动车是合理的行为 欧洲汽车行业认为中国电动车以不合理的低价出售 是为了压垮欧洲的竞争对手 分析指称 这样的调查会导致欧洲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高额的关税,中欧高级别的贸易对话将于9月25号在北京举行 中国领导人今年晚些时候还会举行峰会 欧盟调查中国电动车补贴,预计将会成为中欧会议上的主要议题 第四 马斯克9月12号在推特上发视频 回应当初 关闭这个星链,导致乌克兰无法 进攻这个俄罗斯军舰,克里米亚军舰的事情 那么最新出版的马斯克传记显示 乌克兰军队去年准备在克里米亚半岛攻击俄罗斯的军舰,主要黑海舰队 马斯克突然下令关闭这个区域的星链 星链的网络服务,那么导致乌克兰军队无法进行攻击 马斯克在视频中说 星链覆盖了整个克里米亚 但是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SpaceX就不能够启动链接 当时他接到来自乌克兰的紧急电话 要求打开星链 他对乌克兰的官员说 如果拜登总统有指示 他就会打开它 那么马斯克的意思很清楚 关闭星链 是美国政府的要求,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美国在乌克兰战争初期确实不想踩到俄罗斯 划下来的红线 当时俄罗斯划下来的红线是不能够向 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不能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不能够轰炸克里米亚大桥,不能够提供F16战机 而且不允许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 俄罗斯当时划出这些红线 背后讲的就是要动用核武器 那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是俄罗斯有没有动用核武器?没有 瑞典加入了北约 美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乌克兰准备攻击这个 乌克兰已经攻击了两到三次克里米亚大桥 而且乌克兰在不断的攻击俄罗斯的本土 而且这个进攻新武器就不用提了,基本上所有的红线 都已经踩成了红色地毯 第五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13号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的东方航天发射场 会晤 当时是普京见到金正恩时,两个人握手 握手40秒,有人在那掐表 40秒 金正恩开场白说,从现在开始 朝鲜将会把俄罗斯的双边关系作为头等大事 和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中国不知道去哪了啊 金正恩还说,俄罗斯正在与西方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 朝鲜将永远与俄罗斯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帝国主义 普京说 金正恩对火箭工程有极大的兴趣 朝鲜正在尝试发展航天事业 他将会和金正恩讨论 朝鲜的卫星计划 这也是双方在东方航天发射场会面的原因 东方航天发射场是俄罗斯最现代化的火箭发射场 朝鲜过去四个月两次发射 发射这个侦察卫星都失败了 那么记者问双方是否会讨论 俄罗斯从朝鲜获取武器弹药的时候 普京说 双方将会讨论所有的问题 那么CBS之前报道说美国官员说 金正恩与普京 将会讨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支持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持续一年半 俄罗斯在兵力和武器方面损失惨重 各种武器装备都出现了短缺 朝鲜的武器大部分来自苏联 所以俄罗斯可以直接使用 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朝鲜朝俄领导人会谈后 不会签署任何形式的文件 那就是不能见光 普京随后带着金正恩参观了 俄罗斯新型火箭 安加拉的组装大楼,那么这种火箭 有42.7米的助推器 可以有效的 可以将有效载荷发射到禁地轨道 金正恩向普京提出了大量详细的问题 针对金正恩访问俄罗斯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9月13号说 朝鲜领导人访问俄罗斯是两国之间的事 涉及朝鲜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中国和朝鲜是山水相邻的友好邻邦 那么目前中朝关系发展良好,另外 就在金正恩和普京会晤之际,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 韩联社报导说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13号 发布消息说,朝鲜当天向东部海域 发射了两枚导弹 导弹飞行650公里,落入了东海,这是朝鲜 8月30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 时隔14天再次发射导弹 第6 法新社报导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没有禁止政府使用 政府职员使用苹果手机 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9月8号都报导,说中国禁止政府官员 和国企职工使用美国苹果手机 苹果股价当天 随后两天跌了6% 那么不过毛宁还说,最近确实注意到媒体曝光了很多 与苹果手机有关的安全事件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和网络安全 对内资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这就暗示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定的真实性 只是目前还不清楚使用 禁止使用苹果手机的范围和形式 那么知情人士说,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限制某些政府机构的官员使用苹果手机 那么现在的这个命令扩大了范围 那毛宁这种讲话呢,其实就是耍流氓 耍流氓 他暗示 他不既不否认也不肯定,暗示你有安全问题 他有安全事件 他不说你有安全问题 第七,中国自媒体发消息说香港创业版指数16年跌了98.6% 创业版指数今年8月份创下了25.39的历史低点 那么9月13号 收盘是25.6 那么港交所是模仿纳斯达克 99年11月创立了创业版 那么让一些有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创业版曾经风光一时 那么李嘉诚旗下的tom.com上市 香港市民排队认购 那么 什么无网络概念股这个滑桑燃气上市,第一天升了3.88倍 创历史记录 然后就开始 开始往下 那么基本上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从 创业版转到主板 那么香港的创业版规模大幅的缩减 创业版现在只剩下了334只股票 股价低于1港元的有330只 那么只有4家股票 高于1港元,那么过去两年没有新的公司在创业版上市 那么去年只有4只股票,平均每天成交超过1000万 那么证券业界人士指出 现在香港的创业版上市公司都是空壳公司,留在股市的目的 就是麦克 那么创业版再次显示什么 再次显示香港作为金融废墟 它的存在 第8 日经亚洲报道,美国银行调查显示 基金经理现在的投资原则是避开中国 他的调查不是针对美国的基金经理 针对的是全球基金经理 美国银行9月份对222名全球基金经理进行了调查 那调查基金经理总共管理着 6161亿美元的资产 没有一个基金经理预计未来一年中国经济会走强 基金经理正在减少中国和新兴市场的股票配置 9月份中国新兴市场的股票环比减少了25% 这是16年11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与此同时 基金经理把美国股票配置提高了29% 这是0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单月升幅 55%的基金经理说 做多美国大型科技股 是最普遍的配置 21%的基金经理做空中国股 33%的基金经理认为中国房地产 房地产会引发系统性的信贷危机 55%的基金经理估计中国会对房地产 行业实施刺激措施 只有12%的基金经理预计中国会采取大型的刺激措施 15%的人预计中国不会采取 任何有意义的刺激措施 那么这次调查和摩根大通上个星期的调研报告相呼应 摩根大通的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半 外国资金正在从中国股市和中国债市急剧的外撤 第9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酒杯新闻9月12号报道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苏默将于10月份 率领两党议员 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 苏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 这是2019年以来第1次有美国议员访问中国 上一次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是2019年的4月 当时是由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库恩斯 和哈桑出访亚洲 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还有台湾 中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 海姆斯上个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 他希望和其他议员一起到中国访问 促进中美更多了解 缓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降低两国在军事上发生误判的几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期后特使克里 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最近三个月访问中国 如果苏默对中国访问成功成行 这将是一次备受瞩目的行程 这也证明什么 这也证明中国的战狼外交 进入了尾声 如果战狼外交继续 继续实施的话 美国议会的代表团不会成行 第10 彭博社报导说 美国疾控中心CDC的顾问小组9月12号 以13比1的表决结果通过建议,让12岁及以上的人群 接种莫丹纳 辉瑞生产更新版本的武汉肺炎疫苗 6个月到11岁的儿童在紧急情况下也能接种 那么其他国家只建议高危人群接种这种新疫苗 美国视频和药物管理局FDA9月11号 批准了莫丹纳和辉瑞这两款新的疫苗 新疫苗可以预防武汉肺炎重症 包括住院和死亡 那么辉瑞新疫苗的价格是120元一剂 莫丹纳是129美元 非常贵 11 央视报导 泰国内阁会议会 泰国内阁会议9月13号决定 对中国旅客实施为期5个月的免签证政策 泰国新首相 设他8月底说中国人申请泰国签证过程繁琐 收费又高 导致中国去今年去泰国的游客 不如预期 所以目前中国办理泰国旅游签证的方式 有纸贴旅游签证、电子旅游签证 和落地签证 那么申请贴纸签证 电子旅游签证需要提供大量的材料 平均要等待15个工作天 在泰国最多可以停留60天 身体落地签要满足特定的要求 并且缴拿2000泰铢的费用 约合408人民币 还要在机场排大队 所以在泰国最长可以停留15天 在泰国政府宣布免签消息之后 去哪儿网上大量数据显示 大数据显示泰国机票的搜索量 比上个星期上升了70% 泰国酒店的搜索量上升了一倍 那么11假期预定泰国旅游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12 山东青岛市宣布从9月1号起 噪音超过85分贝的汽车不能上路行驶 直到2028年的8月31号 2028年今年是2023年5年吗 通报指出 青岛市市南区 市北区 里仓区 劳山区 禁止任何噪音超过85分贝的汽车行驶 这四个区是青岛的主城区 如果发现汽车辆擅自改装 会罚款和扣分 通报还要求驾驶人不得已瞬间提速 轰油门 轰鸣即使等方式制造噪音 青岛市政府说 市民投诉有车主改装汽车排气管道排气设施 晚上从街道轰面而过 影响正常休息 那么青岛市的规定比工信部的规定还要严格 工信部规定汽车噪音不得超过92分贝 那么青岛把它改成85分贝 那么推特上有人说这个青岛禁止噪音超过85分贝的汽车上路 是要配合核潜艇的检测 核潜艇要检测5年吗 这非常奇怪这是一个 不合理的要求 你至少要符合国家规定就够了 这有点奇怪当然 一个独裁的政府 他不受人民监管 他怎么去管理人民都可以 13 财新网报道天津市公交集团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 没有缴纳8月份的社保医保 9月12号晚上公交集团补发了6月份的欠薪 不过7月份跟8月份的欠薪仍然没有发放 也没有补足社保 公交司机说 今年开始没有发放节假日的加班费和高温补贴 还有员工说 公交公司8月份没有交纳医疗保险 9月1号起职工不能正常使用医保卡看病 有员工9月份只能暂时停药 天津公交集团去年8月份9月份曾经拖欠工资半个月 那么这次已经拖欠了三个月 不过天津国资委说没有接到公交集团职工的投诉 那说明他们都瞎了或者是聋了吧 13 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第2卷 现装本9月11号 在全国发行 现装本繁体大字竖牌16开 每卷一函八册 装这个匣子里面叫一函八册 那么在当当网上这套书的卖价 4000多 新华社说 习近平这套书装真典雅精美 采用独特的印制材料和工艺 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韵味可以供学习收藏的真品 那么1963年毛泽东选集曾经出过 现装大资本 专供高级干部学习 毛泽东靠这个版税挣大钱 习近平也开始学毛泽东也要开始 这个挣版税挣大钱 这是我们今天的药文简报 我们来讲讲今天的服饰会 从李佳琪的翻车到中国是现代化的退场 在李佳琪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大国崛起的背面 事情起因是李佳琪在直播间卖这个 花锡子的眉笔 79万钱 一支笔 网友给他留言说,眉笔太贵了,涨价了 李佳琪就回答说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国货品牌很难的 那么当然最后半局更重要,他说哪里贵了 有时候要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这个言论直接就把李佳琪送上了第2天的热搜,挂了一整天 昨天挂了一整天 那么在李佳琪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网友的留言 这个看了让人破防 我看有人摘下来几段,我就拿来用一下 刚上完一个夜班,抢救了,活了 但是夜班我只拿40块钱 我每天都看你的直播 看有没有划算的东西,然后下单 当然不是每天都会买 但在你这里花的钱对我而言真的不少了,你完全可以讲 产品如何如何值79块钱 但不能说不努力工作 对不起啊,我努力了 我救人性命了 但是我的夜班只有40块钱 那么 另外一个,上海某医院的班专人 累死累活一个月没有五位数 房租5500 吃饭都是问题 用的是拼多多 2.9元三根的煤笔,便宜大碗 不易折断 没觉得不好用,没毕业之前看你的直播,买过两次 花锡子煤笔,没有一根用完的 断了,全断了,经常搬家 舟车劳顿 舟车劳顿的打工人的确不配用 还有一个人说 李佳琪你之前回来的时候我有多开心 现在就有多生气 这款煤笔我正好买了 我给你的,我是你的粉赚 赚粉 赚粉 说句公道话,我有好好的工作,努力赚钱 但是工作10年的国企单位 今年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而且 我们建筑设计行业 现在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人比比皆是脱粉了 还有一个说 作为国家公务员工资一直没有超过5000 每天早八晚六 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第2产业 是我工作不努力吗 我哪里工作不努力,我晚上打 输液评 白天上班,我哪里不努力 李佳琪是个传奇 李佳琪是个传奇,2017年李佳琪用了一年时间,他的粉丝量突破几十万 2018年李佳琪挑战 30秒突口红人数最多,他一直保持这个吉尼斯世界记录 那么随后几年,李佳琪做了 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但不限于 各种综艺节目演短剧扶贫节目等等做了很多 李佳琪凭他自己的努力成功了 2020年 主播带货的排名 这个威亚第一 带货386亿 李佳琪第二,带货252亿,非常厉害 这就是李佳琪说的 认真工作,涨工资 这是李佳琪的自洽 然而世道变了 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到了46% 洗茶 耐血的茶都降价 今年最火的是什么 酱香拿铁 酱香拿铁的本质是什么?酱香拿铁的本质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让你享受茅台的风光 这说明 消费降级了 消费降级还表现在 李佳琪翻车之后 跟进营销的是谁 风花 国货品牌风花 风花主打79 卖三瓶 发货的包装盒都是捡的 李佳琪没有意识到 他就是个个案 而且 他已经是过去式 为什么说 时代已经变了 推特上有网友说 习近平和中共过去10年的工作重点不是发展经济 结果是 今年现在和今后 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各地政府的工作重点 就是应付各种讨薪 而且讨薪行动越来越多 讨薪的场面越来越大 讨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习近平中共二十大提出来的 新时代新征程 习近平 提出来的中国式的现代化 你从 李佳琪的翻车 你看到 这个现代化已经退场了 这是第1个 第1个我们讲讲李佳琪第2个我们讲讲这个快带 快递外卖的新名词 叫什么 叫新型灵活就业 近南大学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这份报告的调查范围是2018年1月 到2023年5月 智联招聘网站上 一个是职位的需求一个是求职者的简历 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那么对于灵活就业的供需规模 职位的特征和求职者画像 进行分析 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灵活就业不算失业 甚至算充分就业 但其实灵活就业其实 和我们之前讲的就业有 非常本质的不同 报告解释说所谓新型的灵活就业 指的是 依靠互联网平台的就业形式 那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条件 和劳动关系 和传统的就业 还有传统的灵活就业有明显的差异 那么他这个报告把新型灵活就业 分八个工种 一个是平台电商 平台电商最典型的就是微商 微商以此 第2个是什么 生活配送主要是快递外卖 然后是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是通常讲的是保洁,保洁为主 还有其他什么开锁什么的 水暖啊都属于生活服务 那么还有就是知识服务,知识服务通常讲的是 类似 课外补习啊,猪八戒上面的一些 画logo啊,画图啊之类的这一类 那么还有就是自媒体,自媒体就是抖音 还有就是平台直播,平台直播主要讲的是带货 还有就是共享出行司机,那就典型的就滴滴了 那么新型灵活就业在就业中的占比 明显的扩大 2020年第1季度 新型灵活就业 占就业的比例达到18.6% 那么今年的一季度 占到多少,23 将近四分之一 新型灵活就业,占到就业人群中的四分之一 那你想一下这件事情影响有多大 非常大,这个后果相当严重 就是 有四分之一的就业,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灵活就业,是没有雇佣关系的 报告显示,华东地区这个新型灵活就业 需求增长最快 一季度 占整个地区的招聘总数的20.7% 比2020年一季度增加了7.3个百分点 那么全国范围只有东北 新型灵活就业的需求下降,那主要经济不好 那么招聘占比是由 2020年的一季度的16.4% 跌到今年一季度的15.3% 那么新型灵活就业的主体是谁 外卖快递 外卖快递 占这个新型灵活就业的 主要地位 达到多少 70% 他所谓的新型灵活就业其实就是 外卖快递占到70% 剩下什么,剩下就是平台直播,就是直播带货 直播带货 多少占18% 两者加在一起 70加18%,就是88% 88%占到这个所谓的新型灵活就业 那么另外 这个在线教培行业 这个 这个知识服务主要是教培 教培 2021年迅速下降,那么另外就是自媒体 平台微商 平台电商 都下滑 直线下滑 那么另外在影视制作,配送礼货 新媒体运营 占新型灵活就业的比重 那么基本上占到 占到百分之十几 在新型灵活就业的求职人当中 45.5% 本科生 6.2%研究生 在知识服务和自媒体 本科以上的学历超过八成 说明什么 说明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而且城市白领服务业崩溃,无法就业 所以 自好 自谋出路,变成了灵活就业 有接近50%的灵活就业求职者 25岁以下 远远高于年轻人 在传统就业市场当中 占的比例 通常年轻人在传统就业市场 年轻人占38% 那在所谓的新型灵活就业市场当中占到50%以上 说明什么 说明大学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 所以他大量的在 进行跑外卖 跑外卖送快递 所以他们就拉低了 整个所谓的新型灵活就业的平均年龄 那么53.5%的新型 求职者,新型灵活就业从业人员是女性 超过传统就业的比例 平台直播,平台电商 知识服务集中了更多的女性 年轻人 工作经验少的求职者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中国职场 非常内卷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年轻人就业的画像 这些所谓的新型灵活就业 没有职业尊严 没有合理的职业收入 当然 没有向上的阶梯 他们只是在城里谋生 他们不愿意退场 他们坚持在城里谋生 这是 这是一群值得 值得大家敬重的人 这是画像,年轻人就业的画像 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9月11号带领这个特色委员会到纽约 和华尔街的高管进行兵器推演 分析解放军武统台湾对美国的影响 到了9月12号上午这个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的主题是美国投资中国的风险 听证会结束之后 加拉格尔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六四纪念馆 在帝国大厦附近 纽约六四纪念馆是今年6月份开幕 他成列了100多件 发生在六四事件中的文物 有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的缩小版 还有各种标语图章信件 还有当年这个民运人士用来印宣传品的这个印刷油印机 那么基本上 在这个六四纪念馆当中有一个香港民运的长监 那么六四纪念馆的馆长叫于大海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中国人权是一个 一个NGO 执行主任是周峰索,周峰索向加拉格尔介绍整个 陈列的内容 周峰索本人是八九民运的亲历者 加拉格尔在参观完这个六四 这个展览馆之后 他说 美国对中共的天真和一厢情愿 早该在1989年6月4日就终结 他说这个马列主义的政权的本性 在夺走3000条人命之后 但当天3000条人命的当天以及之后的残忍行径 展露无遗 美国在人战结束后很自满 认为人类已经到了历史的终结 中共会朝着民主的价值和体制发展 结果筑成大错 那么当前中美两个根本不相容的体制在竞争的局面 加拉格尔认为美国要放下 当初美国放下人权的坚持 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是大错特错 这是个不好的结果 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美国议员的看法 我们最后一个讲什么,讲二线城市密集的取消限购政策 9月12号晚间河南省郑州市发文 全面取消限购和限售政策 并且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 当天开始执行 在此之前郑州的限购区域包括 郑州市内的五区,还有郑州的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东新区,还有郑州经济开发区,郑州高新区 以及下辖的新郑市 行阳市和中牧县 限购区域内 本地户居买房两套 单身人士限购一套 现在就等于全部都取消了 当前二线城市 正在陆续取消房地产限制政策 9月11号这一天 公告全面取消限购政策的城市 山东有青岛跟济南 福建有福州 总共有三个城市 青岛跟济南 在山东前两位 那么青岛是把四南区、四北区取消限购 济南是取消 二环以内的立夏区和四中区 限购 那么调整之后 青岛跟济南在全市范围已经全部没有限购政策 当天晚上 福州市公告 购房人在福州市的 古楼区 台江区 昌山区 静安区、马尾区 购买住房 不再审核资格 那就等于是福州全市 都不再限购 根据财新网的统计 从今年8月中旬以来 有七个城市 南昌省阳 南京 兰州 济南 福州、郑州七个二线城市 已经全面取消了限购政策 那么在这一轮的取消限购就是旧市 那么二线城市 估计会全面取消限购政策 那么二线城市的核心城市 放开限购会产生市场效应 那显然比三四线城市要大 市场效应会更大 那么剩下其余的二线城市会逐步跟进 那基本上我认为 这就是住建部的安排 先把这些二线城市 取消 看看效果 看看效果 那28个二线城市有不同的情况 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长春、哈尔滨、贵阳、西宁、沪浩特 重庆、乌鲁木齐、南宁 银川 拉萨 10个城市 那么有些根本就没有限购,像拉萨根本没有限购,银川也没有限购 那么要么就没有限购,要么就已经 10个城市 已经在8月前就已经取消了限购 那么加上这个南昌、沈阳、南京这7个城市 全面翻开限购 那么基本上就是 17个城市 已经取消了,已经没有限购政策的二线城市 二线城市总共有28个 那剩下11个 这11个有哪些呢 杭州 武汉 长沙 天津 成都 太原 合肥 海口 昆明 西安 11个城市 没有解除限购 你们其中的海口是全域限购 就是海口市领导作死 博表县 整个海口市全域限购 那其他这些其他11个城市呢 都是核心区限购 那么目前 还没有完全 目前已经退出的 限购的全面退出的 大部分都是有 市场下行 序库存有压力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城市 就是 就是房价在暴跌,那么序库存压力很大 现在保留限购政策的城市通常是什么 通常是人口聚集规模大 主要是他可以吸引其他的地方的人跑到那里,比如杭州啊 武汉啊 这都是可以吸引周边城市人来的 那么他的供求关系不一样 所以他很容易会有草风 所以基本上是这两类情况 那华尔街日报9月13号发表一篇报道 他的报道标题叫中国政府的旧事举 举措 难以挽救楼市长期的腿势 文章说面对国内房地产行业的深度萎靡 中国政府终于开始采取了一些有力的举措 他说到今年年末,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望得到明显的提振 但是从长远来看 那么房地产市场仍然将处于结构性的下行状态 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 最近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认房不认贷 另外就是人民银行也降低了首套房跟二套房的首付 和利率 那么野村证券估计 在存量的房贷 当中你降低这个利率 可以节省,一年可以节省2000亿到3000亿的利息 那么由于这个习近平一直说房租不炒 那么这次针对二次购房者释出的宽松信号 非常的重要 他强调非常重要 那么基本上 这个咨询公司龙舟金逊 的分析师叫姚立强指出 他说现在的政府的信号很明显 为了稳住住房的销售 政府现在愿意在更大程度上 容忍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那么这些措施 他认为会吸引一部分购房者入场 尤其是一线城市 那么希望换大一点的房子的人 那么未来几个月 那么这些城市会进一步的放松限制限制购房 但是对中小城市来说影响可能比较温和 为什么?因为一开始这些城市本来就没那么严格的限制 那么而且之前已经放松了限制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影响不大 主要还是一线城市 还有就是大城市 大城市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还需要观察 文章认为未来几个月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望开始 稳住 那么但是会和 2020年年底和2021年的峰值相比 会远远低于这个水平 摩根斯坦尼预计10年内中国新房的需求将会降到每年900万套 比2021年的水平下降35%左右 那么文章说中国政府的新举措 会给业主和开发商 这个一个喘息的机会 但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 早就结束了 所以未来几年 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大大的降低 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讲什么呢?讲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9月23号开幕,那么12号晚上 杭州亚运会进行了全要素彩排 全要素彩排就当真的一样来一遍 那么彩排一直到了凌晨两点 疯狂吗 都是材料 参加这彩排的都是材料 为了中共的政治需要,为了中共的政治服务 搞到两点钟,你见过其他的国家怎么干?没有 但是中国可以这么干 中共 中共经常吹嘘他的国家治理,这就是他的国家治理 参加彩排的群众演员出来报告 说开幕式的观众席 全部都是演员,没有一个观众 中共可以把任何承载现代文明的事情 比如说体育进行操弄 怎么个操弄呢 把他原有的内核挖掉 把这个中共想拿来洗脑的大粪装进去 往人民的大脑里灌 其实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他把体育的内核挖掉,体育的内核就是体育精神 但是他把内核挖掉,装进去中共的这个 制度优越性放进去 但是我们没有料到中共可以这么极端 亚运会的开幕式本来是一场表演 表演你肯定要让观众来看,体验什么,体验这个体育精神 结果没想到开幕式没有一个观众全是演员 那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确 杭州亚运会 和体育无关 就是个洗脑秀 杭州亚运会已经吸引了足够的眼球,之前传出来 说杭州亚运会投资了2248亿城市建设 那么其中场馆 花了101亿 102亿 药理事会的报告说 杭州亚运会总票房收入只有100亿 总收入不是票房收入,总收入只有100亿 那么这就是一个花钱竞赛 那么要知道 中国有多少的 中国有多少人 在为医药费发愁 在为养老金发愁 但是中共在 花大钱 在干这种事情 2016年 杭州举行G20峰会 G20峰会也是一场非常奢靡的峰会 花掉了1600亿开场会 2016年杭州的G20峰会 是习近平第1次 搞这种奢华的国际会议 非常奢华,然后习近平那次就爽到了 爽到了,自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在西安又搞,在那里又搞,在北京又搞,这次回到杭州 再来搞 习近平在杭州当书记 那么这次又来一次 那么要知道杭州在2016年,它的整个的公共预算支出 一个城市 1230亿 一般性预算支出是1230亿 结果他花了1600亿开个会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腐败的政权 那么杭州亚运会9月23号开幕 中国官媒连日来在发视频发文章,称赞这个杭州之美 人民日报9月11号在官方微博 以这个跟着课文看杭州 感受杭州之美为题 发视频 引用古文古诗 其中有一首诗,这首诗后来有网友在我们 互动节目当中提到 叫提林安邸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修 暖风熏得尤人醉,只把杭州 当作变州 这首诗其实是讽刺北宋的皇帝不思复国 南宋的皇帝不思复国 重情声色,到了杭州不愿意去 恢复旧国 人民日报的视频发布之后引来一片骂声 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人质疑这是反思,是高级黑 黑 反思高级黑,黑吗?我觉得不黑 真实的中共就是这个样子 习近平就是这样,顽固子弟 只把杭州当变州,这就是习近平 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那在这里我们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两个特点 第1个没有广告 第2个有音频服务 视频的下方有链接,如果你需要可以去订阅 鸣谢 谢谢 谢谢 观点 李佳琪的逻辑与人生观,和大多数老百姓是一样的 这些年中共的洗脑就是给你灌输这种逻辑 社会不公平是自己不努力,李佳琪他不知道 他的成功只是偶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 当他失去了自己的领域 他甚至记不如人 观点 主播卖货模式,尤其是大主播,靠的是低价走量 类似于跟终端客户集资,去找厂商做批发 撬过中间商环节 对个人和厂商都不是坏事 但是由于单价降低,整体的消费金额会变少 算GDP的时候自然就变少了 这种模式财富红析效应 会很明显 成就了一帮巨头,搞倒了一大批经销商代理商 同时减少了一些就业岗位,加大了贫富差距 这个帽子有点大 不能这么说 你以为 做这个行业一样有就业啊 不能这么说 这个我觉得,我不同意啊 中间商,如果 任何的跳过中间商的这个行为,如果会发生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效率更高 效率高是什么,效率高就是进步 所有的进步 对经济本身是有 有帮助的 关键,李佳琪是无心之过 他作为代曝主播不需要遵守什么特别的道德操守 毕竟主播不是做慈善 但是问题在于他营销的人 人设是给粉丝谋福利,提供价格物美的实惠 在这个前提下,他的言行是违背契约精神的 李佳琪的翻车是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直播间 只有聊聊几人还坚持 激情直播的小主播了 他年入1.8亿 早已经和他直播间的观众失去了共情的基础 而且太久了,翻车是迟早 只是他没有意识到 凿兵之家不圈牛羊 应该学罗永浩,继罗永退 那现在就可以退了 观点 李佳琪的翻车其实就是中国梦 这个习近平给中国老百姓吹的牛逼,终于吹破了 李佳琪就是被习近平吹起来的那只牛 他因为吹牛逼而膨撞起飞 现在他被戳破了 中国老百姓的血泪流了一地 更多的是被吹牛逼蛊惑的行尸走肉,这么狠吧,要把别人变成行尸走肉吗 真啃食这头牛的尸体,我的天啊 有这么狠吗,我们需要这么狠对待李佳琪吗 不至于吧,你说呢 观点李佳琪勤奋聪明 看他付出直播和最近出事 频繁道歉的视频 他不像以前那个阳光开朗 很多无奈和委屈在他脸上和眼睛里 他虽然创造了商业奇迹 但是两次都跌倒在对世界的认知上 对六四的认知 和对现实大众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不了解 这也是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契机 观点,李佳琪就是类似 王老师说的那种只问利益不问是非的国人 他在直播间里的发言完全是为了维护他自己和花希子 品牌方的利益 对普通消费者展现的是 何不是肉迷的冷漠无知 好吧 有这么高的要求吗 情况,我父母是农民工 最近他们所在的工厂经营不善 他们很可能失业,我是在读研究生 由于他们不但会用手机,我这两天在帮助他们找一些杂工 自己也在抽时间去补课挣钱,感觉压力好大 加油 观点,在可见的未来,不知道五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里 也许苹果要彻底离开中国了 虽然我不喜欢苹果产品 但是这会是中国与世界脱钩的走出的一大步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苹果会离开中国,为什么 中国还是需要通过苹果这些企业拉住美国的 如果真的脱钩 苹果赶走 苹果赶走,特斯拉赶走 那中国还有什么拉住美国的呢?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理论上来说不应该会发生 情况分享这个新闻给王老师 今晚UFO和外星人同时登顶 微博热搜 从内蒙 甘肃北京到广东,都有人说 拍到了不明飞行物,有人说是火箭冷凝云 但是大半个中国都有人拍到 照片,实属震撼 与此同时 墨西哥展示了外星人的海骨 登顶推特热搜 观点,中国人疯狂工作,苦苦生活,很多人还至今非常迷茫 对于危机的到来毫无感知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感知 高层政治已经彻底毛化 彻底赶紧回到毛时代 才是独裁者最大的初心,经济他已经完全不在乎 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风 自从秦刚消失之后就明显变了 越来越多的出现,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这句话 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战狼外交结束了 但是也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外交策略 外交部进入了一个等候习近平的指示 但习又不管不顾,底下人净若寒蝉,不敢做事的混乱阶段 第1个 我认为其实战狼外交从今年开始就在退场 一直在退场 从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 中国跟加拿大的关系 中国甚至和印度的关系,你都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中国在 回到原来的这个方向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才说的这个话 什么我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甚至是 我没办法理解你的问题 甚至有这样的话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战狼外交就基本上在退场 当然他还有 战狼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洗脑 给这些 小粉红们洗脑 就通过战狼外交来显示 显示我很牛啊,这种意思 他这个表演还在 这个表演,这方面的表演还是在 画里有画 暗示啊,各种暗示啊 各种 凯游啊,这个还有 但是你看底层的那些外交活动 在退场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最典型的是什么,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日本河沸水排海 日本河沸水排海你看多大跳 蹦天花板 基本上外交发言人天天蹦天花板 突然有一天不蹦了 提都不提 就退了 就已经没有好处了 算了不提都不提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这样 那习近平是不是转了呢,我不知道 很难说 是不是他们没有办法 你比如说 秦刚 秦刚没有出来 他啥都说不了 所以你看几个外交部 新闻发言人像傻子似的 这一次 出问题的是谁,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的问题也是一样 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那这个是不是跟习近平的指示有关 我倒不觉得 他就是没办 他就 不想否定 不想肯定 不想证实 所以他就说这样的话 观点,这多少年来独裁者社会层面一心一意做的事 就是全面加强对社会管控 对 解散了所有的社会组织,NGO都没有了 对个人网格化管控 把整个社会打成一个个独立的原子状态 变态级的控制欲 是的,共产党全是这样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在干同样的事情 让人无法喘气 没想到如此邪恶,明灭人性 坐标天津,补充天津公交公司,公交四公司的情况 公交四公司司机和继承员工 停发工资 停缴社保 停缴社保 的情况下,公司高层 将公司内几十个垃圾桶全部换新 这此等贪腐已经毫无人性 换垃圾桶就是 收回扣呗 情况,今天遇到一个网约测试机 第一 他说老婆生孩子 医疗事故一时两命死了 最后投诉门 二 他说最底层看不到希望 连他都觉得自己的小孩没希望 第三 他说前两天接到一个国企老总 20万月薪 在车上讽刺 讽刺他没有后台 上一代没有贡献,我建议他赶紧想办法出国 他说谁出来搞第2次警钢山革命 他就会绝对跟上,这个司机是江西人 我下次后莫名伤感 观点 化妆品是化工原料 都是几块钱的 成本 几十块钱已经是几十块钱的利润 加上工厂直营 是高利润的产业 所以才会被嫌贵 也是中国迈入口红经济的现兆 要算盐材料,那生意都不要干了 情况,昨天国足对逐叙利亚 叙利亚下半场的一颗进球 被吹无效之后 场内球迷居然大喊黑哨,最终国足还是0比1落败 全场球迷给叙利亚献上热烈的掌声 连叙利亚的主教练都感到错愕 另外一边,日本队4比1大胜德国队 另外一边,杭州亚运会的新闻,社交媒体受到潮水般的忍潮乐讽 这样的舆论塌陷 即便在风气相对开放的2008年是不可想象的 情况,从昨天苹果发布会之后 墙内B站抖音,自媒体大骂苹果 几乎没有夸的 结合前不久全网吹华为,我认为这是有组织的带节奏,想搞苹果 推特不是有组织,我就认为就是华为干 这就华为干 组织嘛 华为可以利用组织的资源 五毛的组织资源 但这应该是华为干的 因为有利益推动 推特上很多国企公务员都在反映 单位不让用苹果手机 甚至不让用外国手机 我认为啊 中国不让那些官员用苹果手机的原因是什么 解不开 解不开密码 他要拿手机来办案,办不了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让用苹果手机,是不让官员用苹果手机 拿国产手机说开就开了 保密的问题 观点,这种阶梯式放开限购政策 延续了共产党十年来的愚蠢 说得好 知识行家 在真有能力买房的人群看来,既然撑不住了,慢慢放开政策 那不如再等等 等你忍不住要放开核心区域的限购 资产怎么都比三四件城市有价值 同时这也是必顾源必定破产的原因 表里的所谓的资产价值根本无法兑现 观点,灵活就业折射出当下 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稳定 这种不稳定性已经从底层 向中产蔓延 李佳琪翻车也是这种不稳定性的反应 同时也证明了必然会爆发冲突和矛盾 未来中国各社会各类事件成熟不穷 也是大概率的事件 又如这次救世政策 标本兼不智 由于不符合客观规律 出台进烂尾也是今后中共治理的常态 对于普通人而言,看清规律 让科学伴随自己的行为生活 也是对抗中共反制的工具 如非必要 不买房 有必要也不必急着买 你说呢 情况,我已经带全家润到芬兰,第一次听您的节目时,我的宝宝才四个月 逐渐我通过您的节目觉醒了 每天绞尽脑汁带孩子出国 今年我们成功了 现在宝宝一岁半,已经免费进入幼儿园 政府还补助一些孩子的生活费 这里的生活再也没有国内的束缚 绝望和窒息感 我是天津人 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 等我有了银行卡,一定请老师喝芬兰的 蓝莓汁,谢谢 鸣谢 彭卫伦 请王老师吃鸡胸肉 一直感谢你每天的时事分析和新闻解读 但也感到王老师越来越浮相 希望工作之余安排锻炼计划 强健的体魄是保护家人的本钱 谢谢,谢谢你的提醒 虚心接受 我会减肥的,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欢迎订阅 读咛 欢迎订阅